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义军穿着 我发现女的不能穿硬西装 你穿上那种西装之后 你一说这首饰 我觉得特朗普 我一下我觉得好像希拉里 就是落选的那块 希拉里这次很惨 你知道他去参加就职典礼 穿的是他原来准备自己就职穿的衣服 多惨 但是我看的那个更逗了 我觉得特朗普带着全家人往这走 然后克林顿老毛病又犯了 白头发克林顿 真的假的 然后呢 本来我也以为是假的 可是我认真研究了 希拉里意味深长的 看克林顿的眼神 我认为有50%的可能 克林顿看的就是床破的女儿 因为希拉里当时 你看希拉里 女人你就看希拉里就是 我觉得他是 看床破的以外 床破的女儿跟他有点撞衫 两个人穿的都是白的 就希拉里和床破的女儿都是白的 还有一点点那个编的裁剪 有点像 而且他们俩都喜欢那个牌子 我不说了 但是不管 我觉得那时候男的都盯着看他很正常吧 你们肯定也在看吧 对啊 看非常正常 我倒没注意到 我只是看到克林顿 克林顿 脸很臭 脸臭了不得了 站起来完全没有笑容 好像杀父仇人一样 那我倒是觉得有点 我坦白讲 我心里不太 不太以为然的 这时候 为什么他们还要去 不是因为他们输了 不服气不去 是不是有他的限制 你说前总统非一定要去的 只要在世的前总统 他就得去 希拉里是作为前第一夫人去的 他前总统只有一个是 小布什 他爸老布什和他老婆都躺在医院里 他们俩不能去 其他人活着都得去 那九会可以不去了吧 九会我觉得 因为现在不仅是说 我输了 我不服气 我不来 不是这个意思 是完全他是骗子 仇恨的人 然后 你看政治家就得有这种风度 这到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表现宽容 你心里骂死他 你都得去 所以他能当政治家 你就行 我能当侠客 我说他政治家的闺蜜 男闺蜜 但是那帮人 就坐在后头 就听他骂 你们这帮败类 美国都是你们 你们搞坏的 我以后我要把你们全扫地出门 你说是这个 我就看见小布什说一直在跟羽翼挣扎 你知道今天我觉得人人都是艺术家 这些各种各样的功耗 你发现我有个词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常听人提起 叫做后真相时代 对 就 哎 我现在就觉得一个总统这个这个这个就职典礼 你看这个自媒体 啪他就发现这个点 他发现这个点呢 给你就成了一个看一个戏 你看我就看这个就笑话 包括我就说克林顿这种 然后小布什呢 套个什么羽衣 套半天脑袋没出来 你说的后真相 现在这个词都落伍了 现在有另外一个词 叫做另一种真相 叫另一类真相 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的现在不是有一个新的那个 那个新闻发言人吗 以前也是个做记者的 他因为跟记者在一件事情上就意见不合 记者就说是川普的就职典礼人很少 他就说是史上参加的人最多的观看 全球观看人最多 那人家给他看数据啊 他说我们对真相的理解不一样 是叫做是是Aternative Fact 叫另一种真相 说我们提供的数据是另一种真相 是 你就要这个川普这次这个就职典礼 为什么我觉得咱们可以聊聊 过去我们老是中国人老爱说 看看西洋景 我觉得现在的西洋景最好看 就是你呢 你很难想象怎么 就是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也是一个一个一个太的 过去有人讲是几千年 未有之变局啊 你今天很多事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 就是他这个就职典礼跟以往的也完全不一样了 甚至聊的这个这套坑啊 你都难以想象 你想一个美国总统就职 完了之后在推特上跟人争的 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人来参加了我的就职典礼 哎那个美国的地铁都有数字了 说比上一次坐地铁的几十万人 这次坐地铁的十九万人 说那是CNN都是造假 就好像一个歌星 说就像王飞开演唱会 是吧票价高不高 多少人来参加 多少人是送票 多少人是买的 哎我觉得现在这不是后真相时代的一个 最可怕是说不管你是后真相 还是另一种真相 另一种事实 到最后有世界上真的有一种事情 就是说他真的有个fact 有个事实在存在在运作 现在呢 特朗普就是睁眼说啥话 你明明说只有那么多些人 我说假的 不我们理解数字不一样等等 所以他怎么说 到最后呢 他还是真的有做一些事情 会影响全世界的 比方说退出什么年龙 今天就退出退出了 对比方说他要盖什么围场 比方说他要什么 这是雷利风行啊 对啊 一上任就退出APP 取消还要取消 第一个总统宝 退出APP 他倒不会退出APP 加了几个APP 不是据说他那个手机换了 现在要给他换一款新手机 可能不能怕退退 对对对 所以我意思说 我们当我们那么注重什么叫 后真相另一种真相的时候 真的最可怕是 我们好像以为那个真相不存在 那个真相是做啊 他不是说几根里争论有多少人 几根里争论什么 他一边跟你争论 另外一边签字 退出什么退出什么 废除医保 当他废除那个欧巴马 那个care 那个医保的时候 那多少几百万 几百万几千万人受连累啊 那么受害 所以我觉得 你要大家转移了焦点 那个事情叫运咒 你要被他们这样运咒 那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对你说的很对 但我呢 现在也有一些 我立场也不是很坚定 你说我觉得真相这个事情啊 其实真的是有没有一个真相 我也有点犹豫 过去我们认为真相是不可动摇的 是因为有一个我们所认为的 不叫精英团体吧 或者是我们对真相的那个解释权 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 现在其实在于说 你怎么讲这个故事 其实说真的 如果我是川普的助理 我都可以跟 我都可以讲出来 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 我不一定说是最多的人来参加 我可以说有不同的人来啊 他们怎么支持他等等 或者是说 你把他的所有的这些主意 他都可以另外去包装的 这个医保多少人说 我也可以跟你拿出别的数据 说大家就是少交了多少钱 其实你怎么操作 都是有空间的 现在整个世界 不管你卖什么 不管你是卖政治 做总统 还是推销 或者产品 就是你怎么讲故事 你就是说 最近我咱们不是那个春节 说还有这个腔腔 我让你们美人推荐一本书吗 我就找了一本书 就是这个叫人类简史 就最近挺火的这本书 这个书里面 他讲了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观点 其实我以前在节目里说过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这本书里的观点 就是有所本的 刚开始你们听见 都以为我跟你们瞎忽悠 就是说 在十万年以前 在世界上 存在着六种人 比如说尼安德塔人 还有弗洛瓦格什么人 我们的祖先是智人 到今天那五种人全灭了 只剩下我们这一种智人 那么现在看尼安德塔人的脑容量 比我们还大 要是一对一打架的话 尼安德塔人能把咱们揍扁 就是但是尼安德塔人灭了 就是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很多考古证据表明啊 人类到底 人类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这个智人有什么特殊 要说会造工具 是吧 别的人种也会造 要很多小规模的合作 别的人种也是这样一块 几十个人去打猎 据说呢 什么时候咱们一下子超出了 就是七万年前 发生了一件事 智人呢 开始八卦了 嗯 就是我说了吧 八卦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八卦就意味着啊 开始说 可能不存在的事 就是所有的认知 什么叫认知革命啊 就是所有的 其他尼安德塔人也有语言 也会聊 但是他们更近似于啊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他们只能说眼跟前 看见的 这是个狮子 这是个老虎 看见我们就说他 但是智人发现出来啊 他会说不存 就是当面不存在的事 他会跟马家辉说 说哎 周宇军这个人啊 我跟他交往过 人还不错 对吧 就是那个脾气有点暴躁 你看 他开始八卦了 或者说 他开始说 哎 我发现最近周宇军跟咱们那个头好像有一头 他们俩不清不楚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这头会不会偏向他 对不对 你们明白这件事情的革命性在哪 这件事情的革命性在于啊 我们开始 要不然我们只能一家人合作 我怎么能够判断 比如说是一百个人 我拉他来合作呢 这靠 就是因为通过八卦 我们开始对一些离我们较远的人 我们也能够有认识 他是什么人呢 他为人怎么样呢 他看不看大用呢 能不能信任呢 要不要拉他进咱们这个圈子呢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百五十人的合作 一百五十人 然后就发现一直到现在公司都非常奇怪 一百五十人以下的 你比如说一个连队 甚至不需要连长排长 这就所谓熟人社会 大家熟 靠着八卦咱就能合作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一百五十人再超过了 连八卦也不能违纪 这个东西了 于是就发现 人类最根本的智人 为什么成为世界之王呢 就是最根本的一点 就叫做 就叫做什么呢 你刚才说的 讲故事 这个虚构 就开始发现呢 这个共同体 它跟其他那几个人种的不同 在于 他们会讲一个虚构的故事 特别是这个虚构的故事呢 可以让相隔万里的千百万人 共同相信一个虚构的故事 然后为了一个虚构的故事 而团结起来 奋斗 比如说 咱都是信上帝的 信一个上帝 咱就把全人类团结起来 去干一件事 而其他几个 就是那种尼安德塔人 很显然 他们不具备这个 讲虚构的 这个不存在的事情 对 所以你就说这个 后真相时代 信某某主义啊等等 我对想象的共同体 其实就是虚构的共同体嘛 我在想其实我们这一个时代 我们现在经历的好多事情 我们认为是前所未有 其实不是 它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上一定都有过这些事情 到了我们这 我们看到这个变化 我们觉得非常惊讶 但其实以前可能都发生过 所以说特朗普也是在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智人的这个 这个可以超越了进化 超越了演化 他可以马上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只要故事一变 人类就变 所以特朗普是智人的最高境界 最高发展阶段 特朗普讲了另一个故事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有多少人会团结在 他讲的这个故事底下 很显然这次他的选民 就团结在了 就像你讲的 他你说他撒谎 对吧 撒谎也是个故事 一个虚构的东西 但是虚构的东西 骗的一半的 也不能叫骗 一半的选民愿意相信这个 他就产生了 变成了真实啊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羊猪映告之后 海辉告之后 咱们看看他这个场面 夕阳景 你也想 我特喜欢看他这表情 他老是像一个 像个什么滑稽剧演员 有点是吧 他那天脸特别丑 好像很不开心 对 你看他老婆 哎呦 真是 捧着两本圣经 据说有本 还是家传的圣经 是吧 然后再看下边 手势 这有种会到门的性质 是吧 我发现他经常有一些手印 对吧 以后应该开发一个特朗普手印 对吧 然后你再看 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哪国总统就职典礼 就是说 这个电视台发的什么照片 造假 说一个是奥巴马 就职典礼的时候的人群 一个是我就职的 后来他赶新闻发言人出来 就是声明照片是假的是吧 不是不是假的 他们说是前后差半小时 但是半小时能说 但是奥巴马是因为黑人 住在华盛顿的黑人特别多 所以那时候都出来 也有一定的道理吧 你再看下边 哦 妇女 妇女游行了 就起来 我知道这个 起来吧 妇女 是吧 然后看下边 这个 哎 这就是特朗普说的那句 那个特别下流的话嘛 对 说什么 什么 抓什么 然后这个女人们 妇女们游行 就是说 我们也会抓 抓你 抓回去 我们也会抓回去 然后你看 这个 女性们都戴着粉红色的帽子 我怎么看到一片 猫的猫 猫的猫 就是那个扑斯也是只小猫嘛 他就戴猫的 这让我想起 有一个现代派的话剧 叫音到独白 那种女权意识 然后再看下边 哎呦 这是性感 性感现在都都都有点 不能说了 现在就是女人们的 就是这个 这就是性感明星啊 是 性感明星 他也反对 完全吧 现在只能说感性 感性 会说话 哎呦 马当娜 感性 我怎么听说 马当娜都被美国的 这个安全部门警告了 说马当娜在游行的时候 放出一句 说要 特朗普要不下台 我去炸白宫 说我去炸白宫 这家伙卖姐 多牛啊 再看下边 好 这人们开始臭他 就是说这第一夫人 模仿的是当年 肯尼迪总统的 那个夫人杰奎林 穿的这个衣服 这不是说前一阵 说第一夫人 那个演讲 对 抄了另外一个第一夫人 抄了 巴马的老婆 对对对对 然后呢 甚至于 这个这个 这个特朗普的演讲 也是从 好那一电影里 扒来的 你可以看看 蝙蝠侠 他可能听说他自己写的嘛 他自己说是他写的 然后人家挖出来 有两个写手 可能一边看着HBO 一边写 这句不错 刚好HBO在放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女性大游行 我觉得现在最高兴是谁 欧洲的左派 左翼 这个文化 社会运动上面的左翼 因为去年 他们早就开了几次会 这是讨论 特朗普上台以后 会怎么办 怎么应对 其实他们非常正面的 觉得说一个 按照他们的说法 这么烂的人上台之后 那就好了 那就引起了 不管是女性运动 小数民族 什么草根阶层的运动 风起云涌 完全expose 完全暴露了 右派基产主义 资本家的集团的 那个不公不义 所以他们看到 其实他是那个 帮助左翼运动 整个欧洲 欧美左翼运动的 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 就是我前一段也 就这个问题嘛 就说如果是右翼起来 是不是会带动 左翼的力量 再次兴起 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 在欧洲 他们就认为 其实左翼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真正的左派了 说其实现在全世界的人们 都已经接受了 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没有人真正回到左翼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问题是左翼现在出不了 就没有马克思了 就谁能团结左翼 谁能从理论上 你不管说马克思怎么样 你能提出一套完美的理论 没有了 为什么说这个理论很重要呢 我在想我们刚才讲的讲故事 我在看这个妇女游行 一方面我觉得 大家能够站出来 其实也蛮骄傲的 但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其实中了 这个特朗普的道了 就什么呢 他花了这么多的精力 大家站出来 只是反对他一个人 你其实是在跟着 他说故事的节奏走 你在fight他所有的谎言 你跟着他走 其实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应该 不要天天去 抠他说了什么谎话 而是你能另外提出 一套故事的讲述来 但这样的人 像马克思这样的人 明年是马克思说诞生 那个两百周年 是吗 是2017 2018 18吧 18 我那次看到一广告 就是英国那个图书馆 不是有一个 他的座位的那个地方 他们就是 一个特幽默的广告 说明年是他诞生 这个两百周年 我们为了给他庆生 招募谁有想法 怎么来庆祝他的生日 不过我们不会付钱 这个资本主义 但他认可说 他是一套完美的理论家 那现在是共产主义也是一个讲述 但你刚才说的一个怎么样讲一个故事 能够当年那全地球上多少人 蹦着这样一个故事去 现在有这样的人吗 真正这才是新的说法 因为欧洲毕竟左派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第一个是说马克思当然有他很厉害的分尸理论 可是随着时间发展 大家有所补充 像现在的精神分尸学派的左派 思想 齐泽科 他们就有不断心的说法 真正我们不需要一套宏大 而且单一的思想家的理论 不同的社会力量 弱势的人 受苦的人 真的是现在才真的不仅是劳动人民 是所有因为不同理由 包括了性别取杀 同性同志同性恋者 被剥削被压迫的人 都可以站起来 都重新站起来 所以他们喊出一句口号说 2017革命重零 就重新来临 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 就是Trump 就是Trump来 左派和右派都在说2017 什么欧洲 说这个在美国和这个欧洲革命 在此蜂拥 什么蜂拥 但你没有发现 现在是个标签乱飞的年代 就说Trump其实是右翼 对吧 我们都同意 可他最关照的是左翼的 那个劳苦大众 而中国这次在那个 达沃斯不是强调要这个全球化吗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特别非常强调资本主义的 这个全球化 Trump倒反而是在说 然后呢 你到底谁是左 谁是右 过去是毛主席还是谁 不是有一句话 叫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对 那你说美国的这种 所谓全球化 它是不是让很多 它的人民 白人的那些中西部的 感到了压迫呢 它的压迫 就是说 他们认为自己 没有从中去获益嘛 但我的 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他们所谓的不公平 自己没有财富 跟随去增长 如果你真的去看一下 实际的数字 未必那么可怕 但是呢 它的感受比较重要 它感觉我没有在里面去获益 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 我特别想讲到 这个革命的事情 就是 我正好前一段时间 就我在伦敦嘛 看了一个展览 你今天有本书 也得奖了 叫什么名来着 没有 拜访革命嘛 拜访革命 我那个是 你看住他这个 没有 我讲的 我对革命 一点都不赞同 我一点都不赞同 没有 我一点都不赞同 我说的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途径 但我想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 正好他们有个展览 讲的是1966年 到70年代的这个英国 就那个时候不是 你知道那个60年代 运动啊 左派 但关键是什么 他展现的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社会 这个变化多有文化啊 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革命 大家就是 就起来 这个时尚变了 歌曲变了 那个时候的音乐 对吧 那个Beatles 还有前面那些 那个Ustok那些 音乐变了 时尚变了 建筑变了 那个文学变了 哇 那时候的社会 为什么丰富多彩 一场革命 能带来所有的变化 但你看看今天的革命 无论是左还是右 无论是在中东 还是在哪里 有什么呀 无分就是几个笑话 几个口号 那他到底有什么内容 这不就是屌丝革命吗 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这个原因 有人说 你看包括不是有一个 那时候百分之什么 我是99%人民吗 传遍 还有那个 有一个面具 记得吗 对 但是背后是想说什么 没有 很多后来 我就有一个学者 说得非常好 他说认为 还是怪互联网 是什么呢 他用一个词叫做 Homogenize 就是均质化 是指的你 造牛奶的时候 使所有东西就均质 他这样讲 因为这个东西 口号传得特别快 特别容易被拷贝 但是大家不去想 后面是什么 我只要传得快就好 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 是Organic 就是一个小社区 一群人之间 长出来一个东西 他们相互之间 其实并不知道 所以在那么快速的 大家不同的人群之间 就能长出一个 这个革新 那个革新 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看到了 那么多蓬勃而起的 这个文化运动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 特别乏味 现在革命都没劲 小军政 带个帽子 带个粉红帽子 咱们就聚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没有 这个革命话题太沉闷了 所以我只讲最后一句 革命越来越困难 是一回事 跟相不相信革命 是有可能 是另外一回事 真正我们认定 革命越来越难 所以我们更要找寻 更好的机会 更好的时机 因为革命当然很难 比方说其中一个 别忘了 建制集团 权力集团 反扑能力越来越强 你出来什么口号 什么东西 它可以把你引进来 把你困死 比方说好啊 我把你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收进来 可是要经过民主的制度 那请你选你们的代言人吧 然后在咨询 在投票 在定公共政策 在听政会等等 对吧 它的那个incorporation 收编能力越来越强 所以它是越加加上 你觉得川普会被收编吗 什么 川普会不会被收编呢 不是 他进入到体制内了 川普本来就是体制内的人 就是他当时 他体制内的 那个极右派的分子 他会把 他代表了建制的力量 要把弱势群 群体的收编能力很大 那所以这个 那是两回事 越来越困难 是一回事革命 可是革命 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说的 反而是说 那个妇女运动 像我女儿就很生气 看到好生气 为什么 生气香港没有 生气香港没有 他说连南韩都有 为什么香港没有呢 我想参加 我女儿是女性主义者 所以我女儿好久 香港搞不好有女特首了 不用急 他说怎么会香港女性主义者 没有起来响应 搞个运动呢 他非常不服气 你觉得就是 因为我离美国这么远 我只是表面上看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错配 这个拥顿啊 或者粉丝错配的问题 为什么 你比如说 就跟选举时候 给我们造成的误解一样 好像华盛顿 这个纽约 这就是妇女们 好莱坞明星们就上了街 他们好像大多数 本来就是希拉里的选民 你明白 就是说 其实他在华盛顿就职总统 而这个城市 从选票的数量上来说 是反对他的 对吧 他在一个反对他的城市 但是你知道 通过现代的传媒 他知道他在向谁说话 对 他不是在向华盛顿市民 街上抗议的这帮人说话 他是什么 哎 我理解这个特朗普 这个老夫 就是要叫我 我也很难理解 就是功败垂成了 谁选我上 中西部这些白人 普通的人民 迁都 对 我在要问 我是为了他们服务 是他们把我选出来的 所以你你你觉得 他是不是脑子里 也代表这样一种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怎么不失去的